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法大全 我是国立屏東科技大学 机械工程系教授王博春 这个单元要来探讨的新法主题是 3K 好奇怪的组合是为什么是3K呢 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是3K 3K就是 know what know why know how 这是有三个层次的问题的思考 那如果我们从中文的角度来看 know what 就是了解现况 know why 是要探讨原因 know how 是寻求对策 那为什么国会发展出这个3K的思维模式呢 因为在指导研究生大学部专题的过程当中我发现 学生们常常在思考一件事情 一下子就会跳到know how 要怎么做怎么做 那其实呢很重要的要思考的是 现况是什么 原因是什么 那我们要针对原因去 对症下药 那这样才是一个有效的措施 甚至 有很多业界的朋友知道我们做震动噪音的研究 一开始就来说 哎呀 我们要怎么去做震动噪音的改善 那当我 还没有了解现况不知道原因 那其实 是没有办法提出一个有效的对策 那 怎么样把3K的思维 应用在生活上呢 那比如说 学习担任导师 有一位同学 跑来问我 他觉得他的 人际关系不好 好 那我就建议他 从3K的思维来 思考一下 你的 所谓的人际关系不好 你的现况是什么 现象是什么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 那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那你自己思考过这些现象原因之后 那就针对每一个现象 每一个原因 有 自己的对策 那 这个 3K的思维是有层次的 你是要 真正了解现象原因对策 那 这个 才是一个 完整的 处理事情的过程 那也有同学来问老师 说 哎呀我修这门课 觉得都要被当掉 他的对策就是希望我去跟 老师求情 他直接跳到know how 这边来的 那我当然不能做这样的事啦 那 我就说 这课程要求 严格吗 你是作业没有教吗 是 考试 成绩不好吗 好那如果这现象 那可能原因是什么呢 你上课认不认真呢 作业有做吗 那准备 有充分的准备考试吗 啊 那其实 如果 要 觉得一门课要被当掉 那你要寻求一个有效的对策 那当然就是从自我检讨开始 那也有很多同学在问我说 读英文很重要那想要学英文 那我也是会再问的 你自己现在学英文的状况是怎么样 你现在的英文程度是如何 那 从 国中高中到大学 都有英文课 那为什么可以学好 原因是什么 你要充分的了解原因才能够举手有效的对策 很多上班族说 入不敷出 当我们讲这个入不敷出 入 就是你的收入来源 出 那当然就是你的开支 所以你的收入支出的现况是什么 原因是什么 对策 那当然 简单说 虽然说 我们有讲说开源 就是入 节流 就是出 那当然 至于怎么做 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 如果能够从 know what know why know how 三个层次来思考 那相信 你会 赢出一个更好的对策 譬如主管交办的一件工作 那很多人也是直接跳到know how的阶段去说鬼话怎么做 但是 很重要的是要了解 这个 交办这个工作的原因 他目前的现况是怎么样 才能够找到有效率的对策 那公司有专案有瓶颈也是一样 要know what 了解现况 know why 探讨原因 know how 那寻求有效的对策 这刚刚我提到的 有人提到说我们的公司产品照应太大 有怎么改善 一样 要从 了解现况know what开始 那真正了解 照应大的原因know why 然后才能够寻求有效的对策 所以呢 整个3K 其实是一个思维的流程 处理事情的程序 会有know what know what know how 三个层次 这是不同的 那建议大家的思考 会从 了解现况探讨原因 最后才是寻求对策 可以应用在生活事务上 可以应用在职场工作上 甚至在工程实务的应用 那都可以应用这个3K的思维 有太多的 生活 职场 工程实务 都可以用know what know what know how 这三个层次的思维 来 探讨解决问题 好 以上希望这个主题对大家有帮助 谢谢大家的观看 以上个人看法 请多指教